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 在7月4日至5日的美国两天独立日假期中 全美范围内发生了411起枪击案件 死亡人数至少136人 其中芝加哥市的枪支暴力最为严重 两天内共有80人中枪 至少17人丧生 包括一名7岁的女孩和一名14岁的男孩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文表示 芝加哥和纽约市的犯罪数量正在上升 如果有需要 联邦政府已做好准备 愿意且有能力提供帮助 此外 不断暴增的确诊人数 不但拖累了美国各州的重启 也让各地民众对病毒和总统防疫政策的态度 也在发生变化 皮尤民调显示 在每10万人新冠病毒死亡超过28人的500个郡线 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最快 另一方面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长鲍特姆斯 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他没有任何症状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7月6日指出 获得某些签证的学生 可能不会留在美国进行全课时的在线学习 并补充说 美国国务院不会像在秋季学期 完全在线授课的学校或项目的学生提供签证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也不允许这些学生进入美国 该机构建议 目前在美国就读的学生所在学校将采用全部网络教学 留学生应该考虑 例如转学到有面授课程的学校 或者使用混合教学模式的大学 而对于就读于全面复课的大学 留学生应该按照规定 一学年最多选修一门网课的要求 如果学校为混合授课 不受以上限制 各大学必须10天内在SEVIS里 更新学校秋季开学的计划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办公室7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 由于特鲁多需要参加预定的内阁会议和议会会议 所以不会参加定于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墨加协议生效的庆祝活动 美墨加协议从7月1日起生效 但就在协议生效前 美国媒体报道称 美国正在考虑对加拿大加征铝钢关税 这使得加拿大非常不满 此前 特鲁多还公开表示 鉴于这个问题 自己尚未决定是否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墨加协议生效的庆祝活动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7月6日宣布 将对来自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朝鲜和缅甸等国 共计49个涉嫌在今些年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和团体 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受制裁者在英的资产将会被冻结 这些个人和团体涉及2018年卡舒吉谋杀案 和2009年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死亡案 这是英国首次基于人权独自推出制裁 过去英国的制裁都是与欧盟或联合国共同做出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5日报道 牛津大学巡政医学中心 牛卡苏大学科卓教授杰弗逊指出 相信新冠病毒不一定来自中国 并指出科学家应该从病毒冬眠的能力入手 查找病毒的传播途径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病毒在亚洲爆发前已经在其他地方发现 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一度追溯至2019年3月 在当地污染水样本中发现病毒 杰弗逊表示病毒可能早已无处不在 只是一直处于冬眠状态 在环境合适的时候才突然苏醒 7月6日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双双飙涨 本轮上涨得益于投资者对经济将从新冠疫情中迅速复苏的希望 中国护身300指数继上周五收于五年高点后延续涨势 日内一度上涨5.8% 为2019年2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 而这种积极情绪也席卷欧洲股市 周一开盘时 欧洲基准股指斯多克600指数开盘上涨1.7% 伦敦富士100指数上涨1.9% 伦敦富士100指数上涨1.9%